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前兩天參加了GNTK Game Jam 一個在48小時內做出指定主題遊戲的活動 想說做支影片來講講過程 今天的主題是Raw of the Dice 紙骰子 這個主題我覺得還蠻棘手的 想了一個多小時後 想不到什麼好點子 最後還是決定做個射擊遊戲 主角是一個骰子 可以翻滾躲避攻擊 但翻滾的同時也會隨著骰出的數字不同 切換不同的武器 骰到同樣的數字就能強化 一開始先做了簡單的移動和瞄準 接著就是要想每個數字代表什麼武器 後來決定一是射擊 二是在原地放類似毒氣的傷害區域 三是防護罩 四是會爆炸的炸彈 五是火焰 所以我實在想不到了 所以六就是強化原本武器 簡單的武器系統完成後就是需要主角的模型 我用Bender 做了簡單的模型 一個戴著墨鏡的骰子 還有簡單的行走翻滾動畫 用Substance 3D 弄完貼圖之後就丟到 Unreal 裡面 長這個樣子 接著就是所有攻擊的特效、聲音、傷害機制等等 所有的攻擊機制都完成後就是場景 我用Bender 做了很基本的建築 把場地包圍 不過其實遊戲中也看不見 場地做完後很明顯原本的主角外型和場景不搭 後來改成一個霓虹賽博龐克的風格 是會讓主角頭上的數字可以變換 接著就是敵人 因為主角是骰子 所以敵人就是籌碼、騎子之類的 到這邊遊戲的機制已經完成的差不多 剩下就是一些瑣碎的選單、音量調整、教學、遊戲結束畫面等等 做到這邊活動結束時間還剩15個小時 我就先上傳遊戲了 想說後面有修改再重新上傳 因為從活動開始後我只睡了大概3、4個小時 上傳以後就去睡了 顯然最後還有點時間 原本想說再增加敵人種類和可以檢取的道具 但怎麼弄都弄不好 後來時間不夠就放棄了 最後成品就是這個樣子 WISD移動 滑鼠瞄準 右鍵翻滾 翻滾時會隨駡到的數字換武器 駡到6或同樣的數字會得到combo 攻擊會變強 擊敗敵人可以填滿左下角的骰子 增加下一次骰出6的機率 只有一個人在48小時內做出的遊戲 還算是可以吧 雖然有點沒創意 總的來說這活動還是蠻好玩的 雖然前幾個小時我就會遇到胃痛 對遊戲有興趣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你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讓補學們吧 希望做什麼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 новые程序 請記得按照 音量 請 tran do super 我按照 men 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